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诚意资讯 诚意的身前真的太烧脑了 全员智商在线 终于有一部剧部把观众当傻子了 但身前是不是把观众都想得太聪明了 局中局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真的太烧脑了 我感觉我在剧里都活不过五分钟 当我看别的剧时 就觉得这也太水了吧 看不下去 但是看身前时 导演 其实剧情还可以再水一点的 脑子都不够用了 我看身前时 除了成一眼的云洪生 我肯定他是个好人之外 我看别的人谁都像坏人 我以为只有我这么想 结果一打开评论区才发现 原来大家都这么认为 看着凌晗像坏人 看着那个吃了忘穿花的皇帝像坏人 反正除了云洪生 其他的人都不像好人 才开始看剧的时候觉得 怎么还要弄个旁白呀 看了一会后 嗯 这个旁白真的非常有必要 不然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看这个剧中图就是上个厕所都得暂停 不然回来就看不懂了 身前观微还非常贴心地放了人物关系图 但是我能说我看着这关系图 好像懂了又好像完全没懂吗 我还是不知道谁是坏人 来个人告诉我一声这个军统是好人还是坏人行不 看身前真的非常锻炼脑子 我必须得多刷几遍才行 这太烧脑了 我的脑细胞感觉完全不够用了 剧里包括配角都智商在线 感觉我就是那唯一的傻白甜 要是在剧里 我可能撑五分钟都选 这么锻炼脑子的剧还是要多看 刷着刷着就感觉长脑子了 觉得看完这个 剧说不定大家变聪明了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诚意的新闻资讯